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族的妈妈要上班要接送小孩上课还有课外活动 非常想把她的Sedan这个四轮轿车换掉 但是这个时候又不喜欢minivan 她看中了Subaru的安全性和她的四轮驱动 非常恭喜这个妈妈的选择 虽然说minivan一直以来都是Soccer Mom最标准的选择 在时尚的妈妈眼里minivan的外形实在是太笨重了 这也是现在跨界车也就是Crossover SUV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 Crossover SUV比传统的SUV造价低 油耗低 而且驾驶起来更舒适 货物空间远远大过轿车 SUV的外形更现代更好看 不要说了 轻度越野性能也比轿车适合现代活跃的生活方式 所以为这部分朋友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话说回来 妈妈们选车的时候什么因素最重要呢 安全 可靠 实用 还有要一定的好看哦 按照这些标准 我们知道SUV的OBEC在这方面的得分最高 我们先说说外观 2015年OBEC经过诚新的设计 在造型上在成功的2014年版本引入了小的改进 使得整个车的设计更具现代感 看得出来 OBEC的设计是针对主流家庭需要 不会太保守 也不会太超前 妈妈们开这款车的时候 可以给人带来非常可以心赖的感觉 过了外表这一关 车子还要时髦的功能才行 重新设计了整个infotainment system 可以有出动品控制 还有很多的小的应用 比如加油站啊 股票啊 天气啊 还有提醒妈妈们什么时候保养她的车啊 很多很多不同的应用非常适合快节奏的妈妈们 车子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外出拉人和装东西 带孩子出门 Caseed啊 玩具啊 背包啊 零零碎碎的东西少不了 所以车内的乘客空间和货物空间一定要足够大 OBEC的车身长度虽然与Legacy轿车的相差无极 但station wagon就是两箱旅行车的形状 使得后部的空间远远超过轿车 我们现在在坐的这款车呢 是OBEC的limited version 哇 超级的舒服耶 很luxury的感觉 它的驾驶室高 然后呢 车窗呢很大 所以呢 感觉非常的宽敞 Subaru的OBEC呢 也是Subaru的车款里面最长的车型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前后座位的腿部空间 很大 很舒服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它的后座吧 别忘了 你知道吗 Subaru Outback的后座是可以倾斜到 这样子 那 在长途旅行的时候呢 小孩子肯定不会跟你抱怨啦 如果放倒后座的话呢 还可以当一张床用呢 说到车内空间呢 如果是个大家庭需要六个以上的位置 那minivan仍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这个时候呢 minivan的货物空间就少得可怜呢 五个以下的乘客 OBEC的货物空间要比minivan更容易用 不需要放平后座就可以放几个大箱子 另外啊 有了OBEC的家传本领 对称全农驱动8.7英寸的离地距离 带小朋友露营 滑雪 遇到泥地 雪地 还是很有信心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安全性 据CDC的调查研究报告 车辆事故是每年导致儿童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那1300名的小朋友14岁以下 每年死于车祸 那对年轻的妈妈来说 车辆的安全性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先说说碰撞安全性 别看每个车厂相同档次的SUV大小 外形和重量都差不多 安全性却大不相同 自从IIHS在2012年开始进行 小重叠碰撞测试之后 每个厂家的安全性设计受到了挑战 具体一点的说 Zubra Outback Toyota RAV4和Honda的CRV 这三款车大小 重量 档次都十分的接近 让我们一起比较一下 它们的碰撞测试的成绩 这个是丰田RAV4 2014年的小重叠碰撞测试 请注意画面中的A柱 就是挡风玻璃两边的支柱 折断 发动机窗向后挤压 导致车门和驾驶室的变形 这个是本田CRV 2014年的小重叠碰撞测试 这里也是A柱折断 驾驶窗变形 Zubra的Outback采用和Legacy一样的安全设计 我们再来看一看Legacy 2015年是怎么样的表现 从画面里我们能看到 车门和驾驶窗几乎没有变形 最好的保护了司机和乘客的安全 除了全优的碰撞成绩 Outback还提供很多主动安全的功能 美兰Outback都有后视摄像头 还可以选择安装盲点探测和车后横向车辆报警 让换道和在停车场倒车更安全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有 Zubra业界领先的iSight碰撞避免系统 在最紧急的时刻帮你减慢 或者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减少碰撞的伤害 有了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些安全特性 Zubra Outback获得了美国IIHF's Top Safety Peak Plus 就是顶级安全奖也就补助围棋了 在电视机前面的妈妈们 经过我们这一次介绍给你了 Outback这个车款的外观 功能实用性和安全性 你觉得Outback的表现如何呢 百文不如一键 欢迎你来到Zeramonti的Zubra 来亲自试驾一下吧 相信你也会找到最适合 Soccer Mom选择的Zubra的车款 下一次节目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